被屋宇处控告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那些婆婆、公公 那些全部都是老虐相残 全部都是没有钱的那些很贫穷的人 那些就被人控告 但是那些高工的人 富豪的人 可以做责建 他们反而冒着风险就是说 屋宇处的人都不会走来执法 这是一个例子 我想问一下 怎样特首可以令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屋宇处有一个政策 就是什么呢 名人、高官是要先处理的 这是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 我自己认为这个政策没有问题 我们作为高官的应该以身作则 我在今天报纸的声明里也有说 我是请职司 因为有六、七处的地方大大一点 是需要加建改建的 我是请职司入职的 就留了一些自己也应该去报纸 等等那些东西 然后我疏忽了 那时候入职 和屋宇处来来回回 你大概都知道这些手续了 整年时间 那些附件我都挂在网上 我们应该遵守的 建筑物条例 建筑物条例 好吗 动作是